白絲成可貴 白竹架更高 若為白雪庫 萬事皆可白 呀哈囉 我是次郎 歡迎各位回到《不起眼》系列專題 前面開頭牌請各位不要再回放聽一次 都是錯覺 2019年3月22日 《不起眼》劇場版首支預告PV公開 扣掉開頭結尾例行公事 將近35秒共14段的新畫面 今天就讓次郎我來為大家 一一解析這些鏡頭 分別對應劇中哪些劇情 同時節目尾聲 將會公布本人在沒有經過媽祖 耶穌或佛陀陀謀 也沒有任何一般社員立場影響下 所算出的《不起眼》劇場版上映時間 OK 那麼在開始前 有三件事要說明 第一個 劇場版在二期BG第六卷附贈特典中提及 將會是從TV動畫二期往後延伸 並且走以和原作小說些許不同的劇情 因此在畫面解析上僅供參考 如果有任何其他看法也歡迎在下方提出 二 如果你是新加入的觀眾 前前後後我有製作共13部 與不起眼相關的影片 建議您可以觀賞完再來觀看 以便獲得最佳體驗 連結我會放在下方說明處 三 不起眼劇場版在我各方面評估下 要在台關代理上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若考慮劇透與否而猶豫觀看的朋友 啊… 在你不飛日本的前提下 唯一就只能等劇場版BD藍光不是嗎 即便現在這支影片你不看 之後我飛日本看劇場版一樣還是會有影片 你真的現在不看 到時候再看那支也是可以的啦 不過你都點進來了 捧個場嘛 好 那麼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321 以下的預告畫面 我會以片段片段進行解析說明 首先開頭與輪夜進行通話連線的是 咱們第二部遊戲女主角 同時也是劇場版核心人物 賈藤慧 多位印章節為十一卷第七章 描寫關於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的最終劇本 夜巡禮劇情線 輪會兩人針對巡禮片的劇本 是以直接收入二人電話對戲的過程作為劇本 可以看到畫面上農仙和肚的玉腿後方圓點的衣服 正是小說第十一卷的封面圖 他們倆在這時清日的程度 是從星期日凌晨小會拿著手機講電話 中途又換成電腦Skype 一路和輪夜講到接近中午 新成員加入 朝著新作Karrogan製作前進 斗大的過場標題後 出現的是在英里里與世宇兩位離開後的 新生Breathing Software成員們 包含伊芝、初海以及美智流 他們即將製作遊戲二部曲 不期眼女主角培育法 美智流的這張畫面 個人推測是G137.5畫 十首個人線的女主角中 因加藤會與輪野陷入冷戰 徐姐策劃了一場 引誘我們展天造大神的計畫 美智流校課 提前繞著風騎學員 賭才一下課就快速落跑的加藤會的畫面 原作小說中是穿著制服 抱著吉他箱向加藤揮手 此處則沒有 以更高的境界為目標的創作者們 印里里與詩宇 輪野水汪汪的眼睛 我反覆翻了翻原作 似乎沒有找到這段 不過推測應該是看了 印里里新企劃 環玉編年紀13的 視覺圖心動的神情吧 以靠在方向盤上的紅版竹影 為小說第十卷中章 時間點為霞之丘事與路線 在咖啡廳給本人過幕後的 八月中旬 下空米第三天 開車達成送輪野 去國際展示場 向本人打招呼的畫面 在原作第六卷第七章 第二期動畫第六集 以此找來畫名為江中的司機 正是我們的紅版竹影本人 順帶提 江中 EnaKa的讀音反過來的圖 就是我們的紅版Akane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呢 後面印里里與詩宇的畫面 推測是G13中兩人在房間的談話 詩宇自認擔當起說服 印里里認同輪野 作為接替租音位置的製作人工作 以狠毒的話語 對印里里降下了慘絕的詛咒 他巧妙的把印里里 九年前與輪野那 交織著愛恨情仇的悲戀故事 包裝成要印里里過目的連載星座 進而刺激印里里 要他放下這段感情 臉上泛起了苦澀 而又釋然神情的詩宇 抬頭仰望 彷彿若有所思 幼稚而又純粹無暇的印里里 是G13中最令我為之動容 難以忘懷的感人劇情 輪野與惠 令人在意的惡人 關係又將 不欺人劇章漫的核心劇情 彼此在熟悉的咖啡廳對望 是第11卷第8章 接去前面通話後 拜一下午的兩人 決定相約在咖啡廳 私立豐之旗學員 是以高升學歷為豪的學員 半年後就要考大學的惡人 不是聊起前途暗淡的畢業後屈辱 而是有點像是荒廢課業般 為遊戲劇本努力討論中 後半段可以看到 和輪野在大馬路上有些爭執 輪野試圖牽起小匯的手 卻遭到甩手拒絕的 甜蜜 畫面 原作中13卷與G13中 是分別以輪回兩人的視角 描寫手指一根一根地 交成在一起的畫面 然而這段看似爭執的劇情 似乎沒有出現在原作中 故我猜測是作為12卷網 G1313卷中邁進的一個 過渡原創橋段 青春塗鴉的最終章 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Finnett Finnett是義大利文 從樂曲起手的地方重複 見到Finnett這詞 便是樂曲的終結處 搭配上最終章的標語 或許可推斷劇場版 將是為不起眼作品 畫下完美句點的多媒體載體 不過凡事都說不準 說不定完結之後 又給你來個什麼 新不起眼XXX三小的 也說不定 一切一切都還是要以 我們的神大人玩戶使命 說得算 最後就是喜聞樂見的預測時間 我 自然跟其他介紹不起眼系列的人 最大不同之處就在於 我對任何預測都是有理有據的 我絕對不胡亂憑空猜測 現階段公開的情報為2019秋上映 你知道 非日本觀眾最麻煩的 就是要決定檔期之後才能訂機票 而越晚知道 機票就越貴 真的是恨得我鴨鴨樣的 於是我 左思右想 上看月曆 下看世紀 終於 是被我算出了一個 將近有九成九把握的日期 那就是 9月23日 為什麼呢 有三個足以支撐我的論點 1.9月23日是我們的女主角加藤會的生日 現在日本動畫電影 基本都會有所謂 首映日或首映會 讓觀眾有目睹聲優 製作人上台與觀眾對談的機會 安排9月23日作為首映日 不僅欠合故事中的核心主角 更有充分理由 讓聲優製作團隊們 一起為角色慶生 可以說是再適合不過日子了 2. 成如遊戲二部取標題 不棄業女主角培育法 劇場版主要就是圍繞著 輪野與惠兩人感情變化才有的故事 2019秋的秋字 日文讀音 阿喜 正巧就是我們的主角 安逸的讀音 那假設 今天是 9月23日上映 秋天的 9月23日 不就等於是我們的 輪野與加藤會的 紀念日了嗎 perfect perfect 且 在日本2019年的國定假日中 9月23日為秋分日 廉價時間為21到23日 也是幾乎等同於電影習慣 在週六上映的 連續假期上映日 3. 如果你有留意官方資訊 就可以發現到 自4月3日起 官方將以每週一畫的方式 重新將動畫 一二期動畫再次放送 一二期畫數分別是 13加12 共機25畫 往後推算25週 哎呀 好巧不巧 9月18日 電影上映前 同一時間 官方也公布了 將在9月25日 發售新版的 一二期動畫 BDBOX 含劇中 Galloc Game 遊戲封面 歌集的合集版 並且 兩場發售紀念會 活動日期落在 10月12日 以及10月19日 換句話說 除非這兩場活動上 有其他特別要公告的 動畫新企劃 否則 照理來說 舞台新娘的活動 應該就會是 劇場版相關內容才是 綜合這間發售及舞台時間 你便會發現到 假設我是一個新觀眾 我從4月3日 一路追完TV動畫 在9月23日上映後 也跑去看了劇場版 哇 這作品太讚了吧 好想收動畫BD版 有沒有可以一次收起的機會 將將將將將 上映後隔兩天 馬上發售動畫合集版 你說 AniPlex爸爸 是不是最會做行銷的公司 我就問一句 9月23日 你對於我 猜了這日期 福不福氣 福氣的話 拜託點個訂閱 加個關注 YouTube記得點開那個鈴鐺 BDB可將我聽到這特別關注列表 這台劇場版上映後 你就不會漏掉我更新的 不起眼最新資訊啦 喜歡本期節目 也請記得按讚硬幣 收藏支持一下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次郎 如果真的是9月23日 記得回來朝聖一下 我們下牆 不見不散啦 喳嘞